今天我们来重温一部诺兰导演最富盛名的科幻电影《道梦空间》 影片虽然已经上映了13年之久 但它仍是迄今为止科幻电影的天花板 在这部电影中争议最多的就是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电影中展现出来的梦境究竟有几层 第二 科布的图腾究竟是陀螺还是戒指 第三 电影最后科布到底有没有回到现实 那么接下来就请跟着我的解说一起来寻找答案 男人刚从一个海滩上醒来 就被人带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面前 老人看了他一眼 便拿起从他身上搜来的陀螺在桌上旋转了起来 紧接着画面一转 时间回到了他们年轻的时候 原来男人名叫科布 是一名道梦者 他可以通过一种特质的仪器进入他人的梦境 或者将别人带入自己的梦境 以此来盗取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 齋藤作为世界顶级富豪 有不少人想通过他的梦境盗取商业机密 科布声称可以帮助齋藤训练他的潜意识进行自我防御 让图谋不轨的道梦者无法窃取他的机密 但这种训练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齋藤必须对他完全坦诚 这种坦诚甚至要超过自己的亲缘 谁知齋藤却只是轻烈地微微一笑 然后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这时房间突然发生震动 科布看了看表 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多了 便当即决定直接去齋藤的办公室盗取机密 可就在他拿到文件的那一刻 齋藤却带着一个女人破门而入 而这个女人正是科布的妻子 正是妻子把她的计划透露给了齋藤 所以他早就知道自己正处在梦境当中 妻子用枪顶着助手的脑门威胁他交出文件 可科布却丝毫不慌 因为人在梦境中死去 会马上从现实世界里醒过来 可妻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只见他直接朝助手的脚丫子开了一枪 因为在梦境中感受到的疼痛是真实的 为了防止亚瑟惨遭折磨 科布立即一个飞身捡起桌上的武器 一枪打死了他 随后亚瑟就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他立即吩咐另一名队友推翻椅子 让沉睡中的科布掉进身后的浴缸当中 原来梦中人要想从梦中醒来只有三个办法 一是在梦境中死去 二就是产生坠落感 最后一个就是等待药剂失效 随着梦境的坍塌 科布和斋藤都相继从梦境中醒了过来 随后他们就再次把斋藤绑在椅子上 逼迫他说出机密 可嘴巴比石头还硬的斋藤打死都不肯说 失去耐心的科布立即抱起 一把将斋藤推倒在地 然而这么一推法让聪明的斋藤 意识到自己仍然还在梦境当中 因为他家的地毯是高档的羊毛材质 而梦境中的却是廉价的情侣 很明显刚才他被对方带进了一个梦中梦 原来科布他们是在火车上催眠的斋藤 眼看催眠药物即将失效 盗梦团队不得不迅速离开 由于任务失败 雇主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所以科布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 可谁知道斋藤竟然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原来斋藤抓了他们的助梦师 从他那里得到了科布的行踪 不过他并不是来抓他们 而是希望科布可以帮他在一个人的脑子里 植入一个念头 科布听后当即表示了拒绝 因为他知道想要做到思想植入难度非常高 不过斋藤早已摸清了他的底细 直接开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原来多年前科布曾与妻子一同研究梦境 可妻子却迷失在梦境里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最终妻子在现实世界里跳楼自杀 导致科布成为了嫌疑犯四处逃亡 斋藤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他唯一的儿子肺舍即将继承家业 斋藤的目的就是希望科布对肺舍进行思想植入 让他主动解散父亲的商业帝国 这样斋藤就可以一家独大 垄断整个能源市场 接下任务后 科布立即动手准备组建新的道梦团队 他首先需要一位新的助梦师 于是他来到学校 向自己当教授的岳父大人 要了一名他最得意的学生小爱 经过简单的测试 科布很快发现这位女生果然天赋一顶 是个练武器材 随后科布便开始对小爱进行助梦教学 而小爱也是一点就通 不仅很快就理解了助梦的精髓 而且还能充分发挥想象力 将梦境中的空间进行折叠 只不过还有几个重要的点小爱必须清楚 首先 做梦时大脑的运转速度加快 所以梦境里的时间会变慢 比如现实中的五分钟 相当于第一层梦境的一小时 相当于第二层梦境的一天 第二 如果道梦者做出异常行为 那么做梦者的潜意识 就会像血液里的白血球 抵抗感染一样攻击道梦者 第三 绝对不能照搬现实世界里的 整个场景构筑梦境 否则极易让助梦者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第四 为了辨别梦境与现实 每个道梦者都需要一个 特别而又容易携带的东西作为图头 随着伪装师和药技师的相继到位 一支世界顶级的道梦天团就此成立 为了让费舍认为是自己产生了解散公司的念头 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总共三层的复杂梦境 第一层梦境 伪装者伊姆斯会假扮成费舍的叔叔给他暗示 让他不要再追随父亲的脚步 第二层梦境 他们要让费舍产生想要自己创业的想法 到了第三层梦境 要让费舍认为他的父亲不想他走自己的老路 但多层梦境很不稳定 受到些许干扰就会导致梦境崩溃 为此 要技师特意调制了一种相当强效的镇静剂 不过这样的话 大脑运行的速度会更快 三层梦境的时间差也会成倍增加 而且想要从三层梦境中回到现实 必须要让三层梦境里的坠落同步发生 就在一切准备妥当之时 终于传来了老费撒手人寰 费舍即将从悉尼飞往洛杉矶家中奔丧的消息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翟腾直接买下了整个航空公司 确保费舍在空中的十个小时 可以被盗梦天团完全掌控 很快行动的日子到了 伊姆斯趁费舍登机的时候 偷走他的护照交给科普 飞机起飞之后 科普就已捡到他的护照为由和费舍搭讪 随后便将一杯下了药的白开水递给他 而费舍也没有任何防备 直接喝了一口 在药物的作用下 费舍很快昏死了过去 大家见状立即拿出设备 将仪器连接到每个人的身上 随着开关按下 所有人立即进入了药技师所构筑的第一层梦境 在这一层梦境中 他们为费舍设计了一场绑架戏码 然而行动刚刚开始 他们就遭到了袭击 原来费舍之前接受过专业的反盗梦训练 他的潜意识变成各种武装力量 对到梦者进行疯狂袭击 一阵激烈的枪战过后 齋藤不幸中枪伤势严重 比姆斯本想一枪打死齋藤 让他回到现实世界 却直接遭到了科普的阻碍 原来他们这次摄入的镇镜机要效太强 一旦在梦境中死去 不但无法从现实世界中醒过来 反而还会坠入什么都没有的迷失狱 而坠入迷失狱会丢失掉大部分的记忆 根本不会知道只有死去才能回到现实世界 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被困在迷失狱里直到老死 所有人都气愤不已 科普居然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情 伊姆斯首先摆烂 他决定什么都不干 坐等药物失效之后直接回到现实世界 可费舍的潜意识已经将这里重重包围 由于时间差的关系 十个小时的航班在这一层梦境里就相当于一个礼拜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们肯定全都会死在这里然后坠入迷失狱 所以他们只能速战速决完成任务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于是伊姆斯假扮成费舍的叔叔 假装受到恐怖分子毒打 逼迫费舍说出他爸办公室保险箱的密码 当然这是凭空捏造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费舍相信真的有一个保险箱 里面装着一份父亲想要解散公司的遗嘱 最后费舍迫于无奈 随口说出一串六位数的密码 第一步计划完成 盗梦团队立即马不停蹄地进行下一步行动 为了躲避费舍前一时的进攻 他们不得不把第二层梦境的实施放在车上 由于要既失是第一层梦境的梦主 所以由他开车躲避敌人的进攻 同时肩负唤醒其他人的责任 第二层梦境是在亚斯的梦中 伊姆斯先是伪装成一名性感的女郎 将费舍在第一层梦境中随口说出来的数字 当作电话号码交给费舍 而科布则声称自己是他的安全专家 提醒他现在正在梦里 而盗梦者正在入侵 其他队员则在外围帮助科布引开费舍的潜意识 获取费舍的信任之后 他们又设计让费舍相信是他的彼得叔叔 想要拿到保险箱里的遗嘱 所以绑架他 而费舍为了查明保险箱里的遗嘱究竟写着什么 便同意让科布带他进入叔叔的梦境一探究竟 就这样几人很快进入了第三层梦境 由第二层梦境的梦主亚瑟 留在第二层抵抗肺舍的潜意识 同时负责唤醒他们 第三层梦境是一座守卫森严的雪山医院 可行动刚开始不久 他们就听到了音乐声 原来是留守在第一层梦境中的 要技师在与肺舍潜意识的战斗中节节败退 最终被困在了一座铁桥上 为了不让同伴死在梦中 他提前给大家戴上耳机 并且想要把车翻下桥制造坠落感 以此来唤醒同伴 科布判断汽车将在十秒钟内坠入大海 那么第二层梦境的亚瑟 有三分钟的时间唤醒他们 到了第三层梦境 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就必须把自己唤醒 可就在汽车翻下桥的一瞬间 第二层梦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摆在亚瑟面前的一道大难题 就是如何让队友在失重的状态下产生坠落感 很快留给第三层梦境里的队员们的时间 就只剩下20分钟了 可他们还在医院外围根本攻不进去 好在助梦师小爱在构建梦境的时候 在医院里加了一套通风系统 于是斋藤带着肺射炸开通风管道 成功进入了医院内部 眼看任务即将大功告成 没想到关键时刻 科布前一世里的妻子 突然杀出来给了肺射一枪 虽然科布一枪解决了妻子 可肺射却也因此中枪倒地昏迷不醒 就在他们认为任务已经失败 想要放弃的时候 助梦师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 于是科布和小爱决定冒险进入第四层梦境 由这一层梦境的梦主伊姆斯照步奄奄一息的斋藤 并负责在关键时刻炸掉医院来唤醒他们 而这时 第二层梦境里的亚瑟也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同伴全部绑在一起 然后搬进电梯 最后在教乡外面安装好炸弹 再一根一根炸断钢绳 与此同时 来到第四层梦境的科布和小爱没有找到废舌 却在一间房子里见到了他的妻子 原来妻子为了把科布留在这里把废舌藏了起来 也就在此时 小爱终于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科布和妻子当年一起深入探索过多重梦境 可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现实与梦境中会有时间差的概念 他们在潜意识的边缘 也就是迷失狱里生活了整整50年 直到最后妻子居然把迷失狱当成了现实事件 为了让妻子和他重回现实 科布悄悄把妻子锁在保险箱里的陀螺转动 让妻子相信此处就是梦境 虽然最后妻子和他一起卧轨重回现实 但妻子却依然认为自己还在梦境里 他企图通过自杀的方式回到现实 但又不想独自一个人离开 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 让警方误以为科布就是凶手 这就是为什么科布有家不能回的原因 这也是科布为什么接下这单任务的原因 因为他曾经给他的妻子成功直梦 为了让妻子交出废舍 科布答应留下来陪他 回到第三层梦境的废舍打开大门 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 而床头的保险箱里放着 而是制作的风车和一份遗嘱 而遗嘱内容自然是科布他们编排好的 废舍看完哭的稀里哗啦 终于决定放弃家业解散公司 至此道梦团队的直梦任务终于完成 随着第一层梦境里的汽车坠入海中 第二层梦境的亚瑟也随即炸断最后一根钢绳 让电梯急速下降产生坠落感 第三层的伊姆斯也引爆炸弹 炸毁整个医院产生坠落感 除了科布与斋藤 其他人都在这一瞬间从第一层梦境里苏醒过来 原来斋藤因为在第一层梦境中受了重伤 撑到第三层梦境的时候死掉进入了迷失狱 科布为了斋藤帮他完成心愿 不得不跟着一起进入迷失狱 这就有了电影开头的内容 比科布先进入迷失狱的斋藤 已经到了风烛财年的年纪 但他还是从旋转不停的陀螺里想起了一些事情 于是他拿起桌上的枪弹掉了科布和他自己 一瞬间 所有人从飞机上醒了过来 斋藤也履行了之前的承诺 飞机到战后 科布终于顺利通过了海关 随后他就在岳父大人的带领下回到了家 到家后科布第一时间转动了陀螺 这时岳父的声音响起 科布终于见到了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脸 伴随着陀螺的微微震动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好评 就是因为它的剧本逻辑是高度自洽的 达到了一假乱真的地步 很多网友包括很多解说博主 都认为迷失欲就是第四层梦境 而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其实迷失欲在电影中有过交代 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在使用强效阵定计的情况下 无论入梦者身在哪一层梦境 只要死亡就会坠入迷失欲 而且还会失去大部分的记忆 导致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只有死亡或药物失效才会醒来 第二个问题 陀螺应该不是科布的图腾 而是他妻子的 这一点在电影中也有明确的交代 是妻子将陀螺锁进了保险柜 而科布偷偷打开了它 然后旋转了陀螺 寓意就是对妻子执梦成功 至于他自己的图腾是不是戒指 这点电影没有明确的交代 不过我更偏向于戒指 也只是科布的潜意识而已 至于科布究竟有没有回到现实 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来回答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